1984年 当时仍然在中国的理员从艺术学院毕业 工作了四年之后 觉得对艺术的追求 仍然未感到满足 后来有机会去到苏格兰进修 之后又在伦敦研究院攻读 理员说伦敦是艺术家的天地 所以在那里 他对艺术的追寻就更加热切 在1995年 李渊完成了他的艺术石士课程 另外他也在中国找到一份 待遇优厚的艺术工作 在这个时候 我的心情 我的内在的心理 当然你看 我来出国的目的达到了 我回国找工作的目的 也守在其中 没有什么可以阻拦我 因为我毕业了 我成功 所以各个方面都使得我这个人很骄傲 看一切事物 为人出事 包括对我爱人 对家里的一些事情 简直是不堪一顾 不过成功之后带来的骄傲 仍然不能够令李渊满足 当我得到这个 我理想的这个文凭 得到了这个理想的这个意识 那个追求以后 金钱上也有一定的满足以后 我却感觉还是填补不了我心里面的空虚 我以前是受到这个无神论 进化论和好多中国人一样 和中国的学者一样 就是没有这种有神论的这种教育观念 我的朋友 就是他们敲门来问 我是不是有兴趣对基督教 很巧的很 就是我太太也感觉 这个时间我们应该去接触接触 所以这样呢就接触了这个基督教 接触了圣经 当我看到圣经的时候 尤其看到耶稣说 我来是为你而死 我的血是为救你而流的 这样的话语 我体会是为我 我是个罪人嘛 我一直比我 我有妒忌 有所有的一些事情 我的确有 有恨有所有的 然后这些事情 我不法推诿 有一天晚上 就是我看到圣经 看了很晚 就是夜里三点多的时候 人很近 他为什么来这个世界上受死 他是为了爱我们 这种一个宗旨 但是我就想 怎么样跟他来沟通 能说祷告可以 牧师也说祷告 那我就说好了 今天晚上我就算 头一次咱们试一试 神啊 如果你是存在的 你就让我也试一试 后来我们就觉得 我们应该去节制信主了 就是在这个台前 我们受洗 以前的李源呢 他曾经是 怎么说比较自私 想的事情好像 就是以他自己为中心 有一件事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而且我特别生气的就是 有一次我的弟弟呢 生病了 这样呢我就觉得我当姐姐的 应该去帮照看他 让他能尽快地恢复健康 他也是来帮助了 但是就从心理上讲说我给你的 好像是我并不是出于我自己内心的 我为我弟弟很愁的时候 他说他至于能有今天身体不好 跟他的性格有关系 另一方面像他这样好像不是很要强的孩子 那就是说身体不好就不好了 将来怎么样又不是我的事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跟我没有关系 那我就很生气了 但是后来的时候他就完全不同了 前个阶段我弟弟来了之后 李源我们是在一起 我求他要说 对我们在一起坐下来谈心的时候 他感动的就哭了 他说姐夫 今天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对我这种很大的感触 你今天有这么大的变化 我也是非常高兴 我信主以前是我的艺术风格的追求 按我自己的喜怒哀乐来画画 艺术价值的话 艺术寿命的话 它不仅仅现在这个范围 它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里面 这幅画我也是通过圣经学习 就是如何能跟着这个主耶稣走 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属世的一些 能够真的在心里边说 主啊能不能教给我这个大使命 我真的是在背起十字架来跟你走 心里边的最大的一个负担就是 对这个中国来的学人 带领他们信住 这是我心里边一直很重的一个负担 由于李源体会到中国学者事工的重要 所以他决定加入基督教华侨报道会 成为实习宣教师 专门负责向中国学者的传福音工作 所以我现在的目的就是帮助人解释圣经 二是涉及到灵魂上的事 把一个真正的美带到人的灵魂里面 我想那个是有意义 希望生能够用我这种视觉语言来传达的福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